都是女主的舔狗人设 为啥凌云彻的口碑不如温世出的好呢 首先凌云彻缺少一丢丢边界感 凌云彻原本在冷宫过着平凡却安逸的日子 可如意的到来却改变了她的一生 因为帮过救过如意 她身关成了御前侍卫 只是没想到自己的青梅竹马卫燕丸 却在这个时候为了荣华富贵抛弃了自己 在凌云彻最伤心痛苦的时候 是如意耐心的劝解她 或许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吧 不可否认的是 凌云彻真的在很多如意伤心难过的时候 给了她安慰 但可怕的是 这个深情小侍卫竟然有了不该有的痴心妄想 一个侍卫一个嫔妃 他们本就不该有太多的交集 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的差距 更是因为后宫人多口渣 人言可畏 就算他们之间纯洁到不行 过于密切的接触和亲密的举动 也会让人多想 如果凌云彻足够聪明 从冷宫升官之后 就应该离如意远远的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缠合 更不该在自己成亲之后 还对她念念不忘 甚至失去担心 如意成为皇后之后过得怎么样 他们之间这种超越 友情和爱情的关系 连冒歉都接受不了 更何况是渣渣龙 其次 凌云彻总是做一些 当下不该做的事 就像是你再不喜欢 皇上给你赐的婚 新婚之夜 也不该偷偷去看 如意送给你的鞋呀 这样搁谁看见了 可能不多想啊 你哪怕像果子力一样 喝个烂醉 晕死过去呢 凌云彻捡白花的举动 让魏彦婉对如意暗生恨意 她对冒签的冷暴力 和对如意的念念不忘 成了冒签告发的导火索 而她豁出老命 去救如意和十二阿哥的行为 也让扎龙醋意大发 疑心深重 凌云彻确实很可怜 也很令人心疼 她和如意都是彼此生命里的一束光 可这束光在后宫之中 实在是太过刺眼了 相较之下 温石出虽然也舔 但她比较有分寸 她对甄嬛的爱是克制的 也是尊重的 在宫里 她从未对甄嬛做出过 什么令人疑心的举动 而甄嬛也一直对温石出的感情 保持回避状态 明明是青梅竹马 却一直保持着主仆该有的距离 没有半点暧昧不清 在尔虞我诈的后宫求生存 温石出这样似乎才更合理一些吧 宝子们觉得呢 温石出一个太医 为什么敢去给嫔妃守灵 她就不怕四大爷怀疑她吗 沈梅庄一进宫就备受四大爷宠爱 只可惜后来被华妃等人算计 假认失宠了 通过这件事 梅姐姐看清了帝王的无形 也不再对所谓的恩宠抱有什么期待 她宁愿去伺候太后 也不愿到四大爷面前露个笑脸 更别提她后面还看上了 悉心照料她的温石出了 太后赐给沈梅庄的一壶滥清酒 让她和温石出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 甚至还怀上了孩子 只可惜沈梅庄临盆之际受到重创 生下公主之后便撒手仁寰了 梅庄葬礼的时候 温石出把祖传的玉壶放到了梅姐姐的棺材里 还自请去为她守灵 可温石出一个小小太医 因为梅庄的死痛苦成那样 还要去给皇帝的妃子守灵 这真的不会引起四大爷的怀疑吗 首先就是因为四大爷信任沈梅庄 沈梅庄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端庄大器 一看家教就非常好 她长天都在太后身边服侍 和那些只知道勾心斗角争宠爱的嫔妃不一样 四大爷不相信一个知书达理清高 拧舌不弯的大家闺秀 会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和其他人苟合 自然也就不会把她俩往那方面想 其次温石出的离开是四大爷愿意看到的局面 毕竟西贵妃思通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宫中人多口杂 不知道会被穿成什么样呢 即便通过低血验亲甄嬛侥幸过关 但四大爷对他俩的疑心不可能彻底消失 温石出已经通过自宫洗清了嫌疑 如果四大爷再对他做什么 反倒让人觉得甄嬛和温石出之间真的有什么了 如今他自请去守灵 正好借此机会让他离开皇宫 离他的心灰飞远远的 也不见心不烦 最后温石出去守灵的理由很好 沈梅庄的他一直都是由温石出照顾的 而他难产血崩 也是因为听到了他自宫受到了惊吓 于情于理 温石出的内心都会有点的不安 他以失职为借口去守灵 外人顶多会觉得他是受了刺激 想要赎罪罢了 宝子们觉得呢 古代的宫女出宫之后 为什么很难再嫁出去 在封建王朝 宫女们虽然地位低违 但是却承载着皇宫内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 他们要负责服侍皇帝皇后 照料后宫的日常事务 并且参与各种宫廷仪式和活动 这些宫女们大多出自贫苦之家 因为家庭困难 才被宋建宫当差的 当然了 皇宫可不是什么外高烈岛都能进的 相较于那些淘汰者来说 能入选的人都具备了一定的品质和色长 既然这些宫女又漂亮又能干 还见过大场面 为什么出宫之后却很难婚配呢 首先就是年龄问题了 一般宫女们十三四岁就会入宫 到了二十五岁才可以出宫 虽然二十五岁在现代来说并不是很大 但是在古代女子十七八九岁就要嫁人了 二十五岁才出来 他们已经错过了适婚年龄 失去了竞争力 成为了大龄胜女 所以尽管他们容貌注重 还有出类拔罪的才华 高不成低不就的 也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归宿 其次巨大的生活落差 让他们选婆家的眼光也变得高了起来 皇宫大院复礼堂皇 在里面当差 虽然说不上简衣玉食 但比一般的家庭好多了 如果能混成主子身边的大丫鬟 那待遇就更好了 跟着主子吃香的喝辣的不说 娘娘的随手打赏的几个小玩意儿 就够外面的人生活很久了 对财富和珍宝见怪不怪 使得他们对物质要求较高 在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之后 再回到宫外的普通人家 会产生非常大的落差感 虽然宫女们在宫里做的近视些粗重活 但他们所接触的不是各种小主娘娘 就是皇子公主 偶尔还有机会见到皇亲贵胄 侍卫文臣 和这些人接触久了 眼界自然而然的也就高了 所以在出宫之后 他们也就看不上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最后宫女们进宫道 小小年纪就整日操劳 稍有不顺主子先议的 还会挨揍 超久以往 他们的身心难免会受到一些伤害 甚至有些宫女的身子 已经垮到无法生育了 这种情况下 宫女们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姻缘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宝子们还有啥想看的 记得来评论区里干嘛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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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欢迎订阅 订阅 里面打破了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